嗨,大家好,我是美肠之后,秦生 总有朋友问我,秦生啊,我这个大便便细 而且呢,有时候是一小节一小节的,非常短的一种情况 它是不是一个肠癌啊 我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说 单纯的一个大便便细 而且就是大便一小节一小节这种情况的话 它和肠癌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可以这么说,就算是有肠癌也不一定有这个症状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大便本身它就是一个软的 而且就是说您在紧张的时候,您在焦虑的时候 特别是有些人,网上一看,有些人说大便便细就是障碍了 然后他就特别关注自己的大便 排便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往后看一看 然后或者就是说排便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是肛门一加一松这种情况 那非常容易导致这个肛门口变细 那么变细之后,您觉得这个大便它是软的 在通过的时候,你想一下你冰淇淋那东西 它通过的时候,它必然就是说这口越细,它自己也越细 而且就是说有些人,他往后一看 大便一用劲,大便给夹断了 那就非常容易导致,它出现就是一小节一小节这种情况 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就大便便细 而且还出现一小节小节这个情况 如果要是单纯的这个情况的话 你不用特别紧张,这个东西和障碍基本上来说没多大的一个关系 那么如果你要是说有这个情况的话 也不太想做场景 我的个人意见是去医院做一个肛门之间 因为你要知道我刚才说了,它就和那个冰淇淋一样 它的形状取决于它的粗息程度 说白了,取决于肛门口的这个粗息 你要知道这个粪便它在厂里面那么长一间 它不可能说就哪怕中间变细了 到变细了一间,它过去之后 这边它又粗了 它不可能说这边细之后,到出口的时候还是就是说粗的一个情况 还是一个细的情况 所以说它只能取决于肛门口的这个形状 我刚才举例子,它就是和冰淇淋机器的这个原理差不多 或者你理解一下,压面条 您看人家压面条的时候,压出来的面条 那口越细,它压出来面条直接就越细 它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说,如果您当心这个东西是障碍所导致的话 我个人的一点是去做一个肛门指引 让医生帮你摸一下 基本上来说可以排除70%以上的这个脂肠癌 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 你也愿意的话,直接做一个场景肯定是最好的 所以说这个情况,它和肠癌没有个必然联系 那么如果有这个症状 而且你就是说伴随着有大便,就是带血 而且呢排便不净,排便困难 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排便的时候 甚至感到就是说肛门口的这个医务感特别明显的话 我的意见是建议直接去医院看一下 如果都没有,仅仅就是一个便系的话 真的没必要,太紧张 不放心,做一个肛门指引 你要是真的不愿意去医院 你也可以自己就是说给自己做一个肛门指引 当然记住一定要把这个手洗干净 而且把指头给润滑一下再去做 摸一次没事之后别经常去摸 我前两天都接了一个哥们 自己在家整天做肛门指引 最后把那个直肠给搞出炎症了 搞直肠搞了感染,特麻烦 痛苦不说吧,特尴尬这些东西 所以说就不多说这个东西了 总之来说,如果单纯的就是一个大便便系 那这个排便一截截的话 没必要太紧张,和长安没有一个必然联系 那么这个视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再见